第2243集 在炫目的法则中 像是有人举霞飞升一般格外的刺眼 最后当一切光辉落幕 大黑狗露出了凝重之色 遇上了不一般的人 那座蓝的晶莹灿烂的地塔 不仅未被攻破 甚至纹丝未动 那里法则交织 混沌气腾腾争起 一片迷蒙 当然 这只是试探性质的攻击 并非真正的生死决战 黑黄还未曾动用全部的阵纹 还有许多座阵台没有摆上来 不像是上次对付老藤蛇那般 底牌尽出 轰隆一声 黑黄再动将要攻法 而且这次宗法大圣也主动出手了 嘴角有一丝冷冽 即便是在姬家也有恃无恐 正正正的 粗大的剑气冲销 像是九霄上的仙气在震动 洒落下无穷的剑盲 全都是发自于虚空中 这是姬家的大阵复苏了 他们出手了 在他们的祖地不用进行什么选择 即便对方来头大的惊人 也得维护叶凡的尊严 毕竟今后他们也算是一家人了 无需去过多的思虑 战神 是佛 仙音不绝 宗法大圣 头上的仙塔摇动 抖落下层层光辉 绽放出无尽锐彩 全都是地危 阻挡住了这种攻势 众人倒吸冷气 还未真正成地 并没有卖过那一道关 姬家有人冷语说道 大阵攻势更加可怕了 虽然还不是核心大地阵 只动用了外围的杀盗法则 但也足以惊世了 不愿意 白衣神王盯着那座塔 露出了无比凝重之色 与此同时 黑黄也祭出了一座又一座的阵台 将这个地方包围 要再一次攻杀宗法大圣 几家大地阵外围部分开启 黑黄的残缺阵纹祭出 要同时压此人 然而宗法大圣并没有恐惧 在他的头上 地塔光芒更盛了 一缕缕地道法则扩散 像是凤凰的淋雨 选美到极尽 这些纹路一出让人震惊了 刚才几家大圣还说 此人未成道 但这种表现却让人疑惑了 这座三十层的塔 与大地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 离门一脚 即将就要迈过那一道关 成为当时至高无上的大地 尤其兵器就可以看出 他现在都不怕此气丢失了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拦阻其道路了 这让人震撼 确切的说就是 这个人可以力拼七大生命禁区中的无上存在了 因为那些古代至尊活到现在 都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 故此可以说 在当时 这个人已经无所顾及了 不说宇宙第一 天下无敌也差不多了 他成就了至高道果 仅差一脚而已 就迈过了那道关 成为万古来又一尊至高无上的大地 这震撼人心 刚才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的人们都一阵惶恐 真的要有人成帝了 而且无法阻挡 似乎没有了悬念 连生命禁区中的存在都无法奈何了 最起码 这个人肯定比古代遗存下来的至尊血气旺盛 正处在一生最巅峰的状态 将要冲破智谷 君临九成天压着一世 难怪 人们终于知道 宗法大圣为何敢如此了 他背后的那个人将称道 这是比生命禁区 底气还足的宇宙至强者 有可能会统治诸天万玉 一个旧时代即将落幕 而一个崭新的纪元也即将开始了 创万古来的又一大地神朝 九天十地都将共尊 压力巨大无边 所有人都感觉像是有一座大山震在了心头 几乎要窒息了 元神都要崩裂 尤其是有至地禄的人都沉默了 这像是一座无法推翻的大山 阻挡住了他们的前路 让人看不到希望 无论是圣皇子还是姬子 全都有些震惊 从来不曾知晓这一世 竟有人走到了这一步 他们是古皇于大帝的亲子 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 真正走到那一步会有多么的艰难 根本就不是靠岁月积累上去的 非盖世天资 非惊艳万古 根本就不要去想触摸那一领域的台阶 就更不要说迈上台阶了 真正要推开那道门 简直太难了 从古至今到现在为止 那么多大帝子嗣 几乎没有一个人成道 都迈不过去那道关 这个人无论他有什么来历 弟子也好 繁体也罢 都是压改九天十地的 不须多想 超越了当时朱雄 此人若成帝 世人将没有了一丝希望 一个时代出现两尊大帝 有可能吗 叶凡在弱小时 曾经以为换一片星空 换一处生命古地 便有诸地并存的可能 但是随着越来越强大 他心中动摇了 种种迹象表明 那很难 不在同一个地方成道 那是可行的 只不过成就的是准地 而非真正的大圆满境界之上的 无上大帝 最后 诸天万界的至强者 将过一座独木桥 共夺一条路 争纳唯一的资格 除非发生例外 除非是帝尊的那种 怪异的神话时代 也许才有可能 打破天地稚固 出现树地并存的可能 当然 这也只是一种猜想而已 并不一定为真 因为 直到现在 也没有了直接的证据表明 帝尊时代 一定存在数位大地 宗法大圣的脸上 带着一种冷漠 一句话不发 但是那种气态 却表明了一切 恶事而立 身后有一尊将统治全宇宙的帝者 他即便立身 生命禁区 都不见得有性命之忧 不会将他如何 因为 他此时代表了一位至尊 他是帝尻 谁也不敢动他 宗法大圣再次开口 也凡你皆法治与否 这一次并非什么坏事 地主很欣赏你 将为你以重任 这得是多么强大 才敢来此招揽人族圣体 要知道 他可是一位大圣了 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有谁能指使他 而今 却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人 直接言明要为以重任 实际上就是要收归为手下 根本就是不怕其反噬 这代表了一种 志强的自信与自负 什么地主啊 有本天地厉害吗 神娃气呼呼的叫道 这小胖子年岁虽幼 但是自信心却爆棚 叶凡一步一步向前走来 神色冷淡无比 有人要收他为手下 即便那个人要成帝了 也让他难以接受 自以为是 不要忘了 他还没有卖过那道官呢 请记住 一日不真正成帝 一日便有诸多变数 这个天地间 未必没有人可以收他 黑黄冷声说道 但此时他的神色 已经很凝重了 一个追随过 无始大地的生物这般说 自然让众人 神色都一阵 还有这样的人吗 我真不知道 这个世间 还有谁可以收地主 到了这一步 谁都无法奈何了 宗法大圣相当的自信 他指向头上那座 三十三层的蓝色仙金塔 嘴角擒着一丝冷笑 哼 纵然有人可以暂时 收走此塔都无用 至尊通神通天 顺兮打八荒 没有人能压他一根寒毛了 也许所谓的地主 对叶凡要招揽 有一定的诚意 但是此人绝对有私心 有敌意 不然 不会选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来此送出法旨信件 请不吝点赞订阅